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1月16号大年初五的午安您好 台式新闻我是侯奈荣 投票讯息一开始带您来关心到在宜兰市区的东港路 昨天深夜将近11点发生了严重的气暴意外 一处民宅疑似热水器的管线老旧结果发生了气暴 只声响大到连邻近的壮围乡民民众都听得到 而除了气暴的民宅之外呢 之中边至少还有三间的房屋受损 有的是大门便洗婴还有玻璃被震碎 更有六名伤者送医救治 其中包括了一名90岁的老翁 以及年约一岁的幼童 住户回想气暴当时还心有余悸 因为碰了一身就像地震 整间房子都在摇晃 还有住户一家人受波及缝了好几针 最小伤患是年约一岁的幼童 我儿子是稍微轻伤了 因为后脑这边大概缝一针而已 老婆就大概缝了11针 坐在客厅突然就爆炸声 那个玻璃就喷进来 这起意外发生在宜兰市区东港路一处民宅 25号深夜将近11点 疑似热水器管线老旧酿货 当时民宅一楼陷入火海 拘烘火焰不断窜烧 消防人员到场就远半个小时内控制火事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管线泄漏 造成的气暴 那气暴的点就在一楼 虽然火事已经扑灭 但气暴波及到邻近多间民宅 不仅有的房屋大门被震到变形 住家玻璃还几乎被震碎 亲都亲不完 很多的啦 我楼上还有还没处理的 真的喔 都是都是都是 严重气暴造成六人受伤 除了九十多岁的屋主 现在转院治疗外 其余伤患都已经出院 没有生命危险 过年假期深夜惊传气暴 所幸没有酿成严重死伤 门窗玻璃碎落一地 住户只能期许碎碎平安 逢凶化吉 记者宜兰综合报导